男人因为意外跨越平行时空 在遇妻子时 她已经从家庭主妇变成了明星 而且她还不记得自己 想到以前妻子的各种好 她决定让妻子重新爱上她 印证了那句话 失去了才想到去珍惜 在她的记忆中 妻子每周日都会去看望患有痴呆症的奶奶 她提前来到养老院等待 果然很快露西就来了 杰克投其所好 不是送咖啡就是送面包 可这个时空的露西仿佛并不喜欢 为了能跟她有更多的接触 杰克假借工作为由 提出免费帮她写自传 可露西通过聊天 已经发现了杰克接近自己的目的不纯 便委婉地拒绝了 杰克哪肯就这样放弃 回去她就让好友假装助理 打电话给了露西的经纪人 最终约好周五面谈 杰克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可来到这里她就发现 经纪人是妻子的未婚夫 怎么听着这句话怪怪的 四人围坐在一桌 好友见机支走男人 露西心中明白杰克打的算盘 喊她去外面谈 接着说到 她的双手被上了保险 平日除了弹琴什么也不能做 所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根本就写不了自传 杰克心中明白 露西之所以这样说 也是在拒绝自己的蓄意接近 明白了她的心意 杰克决定放手 就在这时 露西表示了感谢 回去途中她就改变了主意 就这样两人开始有了交集 谈起小时候的趣事 她笑 杰克也会陪着笑 可不巧的是 他们刚从餐厅出来 就遇到了杰克这个时空的女友 她谎称女人是自己的前女友 并拿出露西作为挡箭牌 呃 宣布 女人信了 骂了句渣男转头离开 他们的关系愈加亲密 杰克为了让露西的自传不再乏味 带着她来到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学校 发现十几年过去 所变得结实多了 眼看着惹了祸 他们飞奔着向外面跑去 这种体验露西还是第一次 接下来的时间 露西带着她回到了小时候的住所 他们一起在海边骑自行车 一起演奏钢琴曲 一起到主题餐厅用餐 他们的关系正在无形间朝着情侣的方向发展 露西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决定及时止损 两人相视一笑 决定将这几天发生的事 当做秘密永远的埋藏在心底 可两人下了火车将要封开时 未婚夫就一脸严肃的站在对面